国家湖南话,你听得懂吗? 4月2日,返乡记组的马英九率28位台湾学子到湖南大学交流座谈。 在回答湖大学子李子怡用湖南话提问时, 马英九高兴地同样用湖南话进行了回答。 马英九引用孟子梁慧王上中寡人至于国也, 促古不入乌池,于憋不可圣时也的典故, 向学子们讲述中华传统文化中生态保护理念对于现代社会的启发意义, 并鼓励两岸学子共同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交流, 希望让湖大同学与台湾同学的交流变成家常便饭。 我是用湖谈方言跟他说, 然后这句话呢也是让他和其他的台湾师生觉得很亲切, 然后就用湖谈话对我做出了回应, 那让我觉得就是台湾的朋友们对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 真的就是非常的有认同感, 然后我也非常的期待之后能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和台湾的朋友们坐在一起, 像今天这样。 座谈中,台湾学生对于到大陆学习创业的环境与政策, 以及大陆高校教学体制等问题最为关心, 湖大师生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答疑解惑。 台生郑雅玲则分享了自己到湖大学习, 如何融入大陆结交好友, 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经历。 湖大博士生王鸿毅说, 两岸都是一家人, 衷心希望能有更多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工作, 生活,学习,实现自我, 也希望能有更多机会与他们交流合作。 在今天的交流中, 我们探讨了当下年轻人所共同拥有的一些问题与思考, 同时我也很开心看到了 新生代的两岸青年所共有的一些美好的品质, 自信、沉着以及乐于拥抱这种未知与挑战。 湖南大学办学起源于公元976年创办的岳禄书院, 培育熏陶了一大批京士记名之才, 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 1885年, 岳禄书院学生左宗棠套奏请福建巡抚驻台, 推动改设台湾为行省。 1695年, 岳禄书院山长李中肃任当时台湾三县之一台湾县的支县。 1941年, 胡大周英堂教授撰写《台湾郡县建制制》一书, 阐述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贵, 指明是非, 史无迷惑。 台湾东海大学首任校长曾约农, 台湾师范大学前校长杜元彩, 台北市前市长游弥坚等都曾在胡大学习或任教, 马英九的外公秦卓安则于1916年至1920年就读于胡大公砖硬化二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